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你农我农 今天让我们来聊一聊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棕榈科作物 那就是油棕、椰子和槟榔 作为世界榨油效果和价格最有种植效益的油棕 已经是大家熟而能详的作物 全球占有90%的油棕树生长在赤道边 也造成了东南亚国家将油棕产业视为经济命脉的格局 在食品加工和化工的用途上 棕榈油可说是最权能和廉价的植物油来源 对比大豆和菜籽油等 棕榈油具有更稳定的加工特性和弹性 能富裕食品加工业更廉价成本和加工多样性 谈到椰子,大家肯定浮现热带沿海的休闲景象 事实上,椰子可说是棕榈科作物 在排行利用率上的老二 椰子不便可以在东南亚国家生长 包括印度、斯里兰卡等地方 由于椰子管理上香蕉粗放 经济型的椰子源可聚焦在椰子的鲜食价值 例如椰子水和椰肉、椰湿 椰子果克纤维是最天然纤维的来源 经过机器的处理 椰子壳能被加工成润性和长度适中的椰子纤维系 不便应用在床垫、圆液栽培介质、板材补充物等工业用途上 槟榔在东南亚国家和中国 常作为特殊的嗜好作物 槟榔果本身具有特殊的医疗成分 但在民间,角石槟榔常具有不良的观感 许多国家卫生部门都认为角石槟榔带来了口腔疾病 事实上,鲜石槟榔带来的口腔问题 其实不比起经过加工的槟榔带来的问题大 种植上,由于聚焦在山坡地造成水土流失的说法问题 其实也是具有很大争议的 栽培在波度极大的槟榔树能长出十分良好的支撑根系固定树体 对土壤的固定是具有一定的作用的 问题多处在开发山林耕作一时半刻砍伐的原始银木 但长期而言,银树根系对土质流失是具有很好的效益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